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吃的 就直接放在开水里面泡一下 就撕开就能吃了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现在是在家里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锅里面烧 希望能够呈现出一种 它最完美的一种味道 然后我们是两个口味 这个口味叫做Pizza Pasta 意大利面Pizza口味 好奇怪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Pub Style Pulled Beef 还是那个叫什么 酒吧的酒吧式的那个 牛肉 怎么翻呢 一丝一丝就是Pulled Beef 就是那种一丝一丝的牛肉吧 就这两种味道 我好不容易搞到的 这真不是有钱可以买到的 是我一个买房子的客人 然后他的小孩呢 他是在 他是在加拿大部队里面 做好像是在空军里面吧 所以然后这个东西我搞到 然后我来今天试吃一下 当然了 他们已经提前给我心理准备了 说这个东西不会怎么好吃的 所以我特别准备了 我们国内的红烧牛肉面 不行的话我们就吃红烧牛肉面 那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我们剪开来了 大家看一下是这个样子 里边果然是有一道理面 闻一下 闻上去其实还是挺香的 那我们看一下 感觉还是很真材实料的 东西好多 然后可以看到 还是苛刻分明 有香肠 有意大利面 什么都是有 感觉东西给的料还是很足的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前面是 意大利披萨 意大利面披萨的口味 这个是牛肉的口味 我们看一下 真材实料是真的是真材实料 而且就是开了之后 就是有一股那种牛肉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就是反正都是简单的加热啊 我们不放 不放任何的调味料 好了我们只是简单的加热一下啊 没有经过任何调味或者东西 牛肉 这个是意大利面 卖相呢 肯定是不灵 对不对 这个就不说了 关键看看味道怎么样 我们来试吃一下 尝尝看啊 这是香肠 意大利面 就是它是做的是比较软烂的那种 所以口感上 还有它的质地上 texture上是很差的 就吃饱是没有问题 但是口感上确实是差一些 特别是这个香肠 好 我们 吃一下这个牛肉 先来一块马铃薯 这牛肉还是带有一个特殊的香味 还不错 其实我个人觉得 牛肉倒还是不错 这个味道 调味啊什么呀 当然了 这个牛肉 你吃到口里面 就是只是那种 一丝一丝的那种牛肉了 不是这种 一整块的牛肉 吃起来 就没有那么爽 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 我觉得 作为部队餐来说 味道做到这样 应该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苛求吧 而且毕竟是我们在家里 我们是把它拿出来放在锅里面烧的 所以感觉肯定是会更加好一点 好了 胡舒华吃一吃 看看这是什么味道 好吃吗 好吃吗 好辣 好辣 那好吃吗 好吃 好吃的 我要好吃是吃我的面了 有味 好吧 那你再尝一尝第二个 看看这个牛肉好不好吃 胡舒华 为什么 这个不辣的呀 这个牛肉肯定不辣 咱们 这贵啊 不要吃 不要吃牛肉啊 我吃那个 那个你不要吃 你吃这个牛肉呀 这个不辣的 不饿 我知道你不饿 就让你尝一尝 try a little bit 你能try a little bit 那你就赞一赞 吃一点点味道就好了 好吃吗 嗯 是是什么 是这个还是这个 还是什么 一般般 好吧 就是我觉得部队餐 能够做到这种水平 我的感觉就是 应该是还 还是不错的 偶尔吃一下 甚至像牛肉那种 我还感觉这个味道 还是挺不一样的 请记得 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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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